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结论有证称他是职场霸凌 而且情节重大 时任劳动部长徐明春也出面 对于没能接住童真 表达轻易与遗憾 但强调自己当时不知情 如今行政院长卓龙泰下令 机关首长要移身作折强化机制 保护童真 并要求类似事件一周内完成调查 在劳动部之后 官员疑似职场霸凌事件接连被爆出 民众党立委陈昭兹表示 结果爆料有卫福部司长疑似霸凌 被点名的官员上台后也反驳不是他 针对外界关注卫福部机关署准备组长疑似涉及职场霸凌 立委邱正军在咨询时也播放一次机关署内的谩骂录音档案 邱泰源强调已要求机关署加速处理 将过去本需两个月完成的职场霸凌调查缩短至一周 霸凌调查报告预计下周四会出炉 世界棒球十二强复赛开打 台湾首战对上委内瑞拉 台湾队长陈杰逊手感发烫 单场敲出三只安打 全队敲出七只安打比委内瑞拉还多 可惜攻势没有串联 缺乏41级遭到对手玩风 委内瑞拉在四局下则是敲出冷风炮 最后台湾以0比2落败 联合国安理会20号对加萨停火决议进行表决 结果再度因为美国动用否决权 投下反对票没能通过 美国国务院表示立场不变 坚持停火跟释放人质不可脱钩 中国俄国驻联合国大使则批评美国无视平民伤亡 阻挠决议通过 以色列在二十后 下午再度对加萨发动空袭 造成15人死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辽国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 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 原因是对美国三周前一项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相当不满 以上邮公事业新闻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